政治業配需要被揭露嗎 我們先來問問看 我們三位評審的持方 覺得應該要揭露 揭露正方 然後肯定老師 不用 那宜貞傑 一定要 所以說現在是2比1 但是我們想要問問看 你們覺得這個業配 會降低所謂的信任感嗎 我覺得基本上 不管是藝人或者網紅 本來就是用知名度 去喚起利益的 靠的不是信任感 是好感 大家又不是公益團體 本來你就應該要賺錢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業配 一點都不會降低 觀眾的信任感 那宜貞姐呢 如果呢 你今天已經拿了廠商的 一些廣告費用 結果你讓觀眾誤以為說 你是用人格 或是用你自己親身的經驗 來擔保這個 你所推薦的東西的話 那這樣子的信任感 跟商業的業配 其實是會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我是覺得會降低的 自己本身有看過啊 一些很厲害的業配方式嗎 台灣的導遊帶大陸客 到了高雄之後 就告訴他說 我告訴你們 全世界最大的 鑽石加工中心 是在台灣 這個沒有人曉得 這是 不是因為我 我的舅舅在當利保援 所以我才知道的 所以我有門路可以去買 這個是炸機吧 那我可以證實這件事情 因為 有人證實啊 對…因為 因為我路過很多企業簡介 都是在講這個 就是講說 世界最大鑽石加工中心在高雄 然後 所以他帶進去那個燈火輝煌之後 可能會放影片給他看 那就是我的聲音 哇 這也是共犯 這共犯就對了 共犯 對啊 共犯吧 他賣的真的是冠石 我們當然就大陸 被他們銷了不少 今天銷回來也是公平的 OK 第一棒呢 是反訪老師 不需要來接受的 是李正浩 兩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 開始 其實啊 揭露政治業配的本質是什麼 希望揭露受訪者跟主持人 或製作單位的 金錢關係沒有錯吧 可是問題是我想問 人跟人之間只有金錢關係嗎 有沒有人情關係 有沒有派系關係 有沒有人情請託 有沒有派系壓力 都有 所以說我認為啊 政治業配不需要揭露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揭露下去 第一個 再者我繼續舉例喔 譬如說黃國昌 特別說他去館長那邊 從來都沒有付過錢 高駕魚說他去館長那邊 去其他網 那個YouTuber也都沒有付過錢 為什麼 因為啊那些館長啊 其他YouTuber看到黃國昌 或看到高駕魚是 高駕魚跟館長的 帶粉能力 他們認為說我請高駕魚來 我不需要收到錢 高駕魚會把他粉絲 一起帶到我的頻道裡面 那我想請問了 高駕魚用他的粉絲 館長用他的粉絲 黃國昌用他的粉絲 跟那些YouTuber做交換條件 換取可以上螢幕的權利的時候 然後這是不是也是一種交換關係 如果上述這些都是一種交換關係的話 我想問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都要揭露 揭露得完嗎 政治最現實就是說 很多東西啊 你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 很多東西更不是用 當下的金錢來衡量 很多東西都是人情的請託 是派系的壓力 是政治立場不同 所以我特別邀請他過來 所以我們專門討論政治業配啊 需不需要揭露 坦白說我認為是見數不見零 想要根本解決觀眾看到政治人物 會不會盲目相信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應該要求每一個觀眾 不要因為他是業配 我就特別不相信他 不要因為他沒有業配 我就特別相信他中立 而是希望每個觀眾 看到政治人物講話的時候 聽其言 觀其行 長期的去看一個政治人物的表現 看政治人物在這節目上的表現 我講白了 呂孫玲付了錢上觀眾節目 大家一樣不喜歡 這就是這件事情最本質的東西 就是每一個人看到政治人物 心中有一把尺 不會因為你業配揭露了 不會因為你業配沒揭露而改變 就是我們提倡的公民精神 謝謝我們真浩 接下來來到的是我們 真方的邦尼第一棒 計時開始 那我們把這個政治拿掉 先討論業配這件事情 收錢的這一方呢 如果我道德底線守不住 那很可能會被付錢的那一方 左右的對於產品的說辭 可是觀眾也很聰明 這個業配也有淘汰的機制 如果今天一個美妝網紅一直亂推薦一些很難用的產品 然後這個睫毛膏明明擦上去就糊成一片 還要說很防水很好用 或者是一個美食部落客 他一直推薦一些很難吃的餐廳 還硬要說自己沒有收錢 那這個觀眾對他的信任感就會大大的降低 觀眾喜歡的是一個誠實的業配跟網紅 以誠實的業配跟網紅的角度來說呢 我要建立這個觀眾對我的信任感 本來就要花很長的一段時間 如果這個社會上有一個族群的人的聲音是說 你政治業配沒有揭露就是欺騙 那我為什麼要拿我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信任 來當作賭注呢 我這誠實說出來不就好了嗎 我可以做對一百件事情 可是當有人認為我一件事情做錯了 他就只會記得我做錯的那一件事情 以一個觀眾來說 我如果今天業配的是一個產品 會很容易就看得出來了 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可能會說這就是業配 或者是推薦文的文墨 hashtag就是廠商的名字 或者是產品的名字 要不然就是在節目上面不斷的露出 可是如果今天業配的是政治 它是一種意識形態 我看不到也摸不到 我就會覺得這是你個人的意見 我們都說這個媒體要有監督的責任 那今天呢 如果一個意見領袖一個平台 或者是一個網紅 他接政治業配沒有揭露的時候 本私因為喜歡你 而這個想法被你影響了 被你改變了 這個時候這個政治根本就不是 一隻睫毛膏這麼簡單的事情 它影響的是整個社會的權力分配 因此我們覺得 需要誠實的被揭露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BONNY 接著呢換到我們的反方 徐欣揚 同樣也是兩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 開始 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會有業配這個名詞產生 維基百科裡面說那個新聞媒體的業配就是 所謂的廣告新聞化 或是新聞廣告化 那最早可以追溯到這個經濟日報 因為當時經濟日報在處於這個創刊的初期 他們是屬於這種虧損的型態 直到了1968年 那他們成立一個工商服務部的時候 那他們就開始逐漸的好轉 那媒體需要大資源的投入 那業配無意就成了一個業配收入的這個來源了 那現在就有網路還有網路媒體的崛起 那甚至發展了許多自媒體 那業配與否似乎變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而在一個經濟自由 還有一個自由的市場上面 這種商業行為其實也是不違法的 那民眾的知識 還有輿論力量還有網路的傳播 就可以判斷這個業配內容的真假 那業配本身應該就是沒有好或壞 現在在這種資訊料爆炸的時代 我們現在要討論不是業配與否 應該是內容是否是真實的 那觀眾需要花多點力量去瞭解 這個到底接收到的資訊是不是正確的 那很多現在政治的業配付錢 那如果是關係好的人 那有些業配一定是 不一定是金錢上的交易 而是換了一種方式來進行 那他們可能是朋友 或是以前是同學的關係 那不用付錢就可以上通告 那是不是只要牽涉到利益的關係 你們就覺得 又要向全部的觀眾來解釋呢 那像要讓大家知道 全部的觀眾還有這個 負責的這個節目的負責人 或是老闆是誰嗎 我覺得也不用 那像剛剛正好有說的是人情嘛 那東方人最在乎的就是一個人情 那請問一下 這份人情又要怎麼來計算呢 政府預算法第62-1條有規定 基於行政中立新聞自由 所以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 在邊預算置入廣告的時候 必須明確標示它是廣告 而且必須揭露它的贊助單位 並且不得置入信息 為什麼預算法特別規定這一條呢 就是因為新聞是我們的第四權 媒體是我們的第四權 它有它一定的公正性 所以我們特別用法律來約束它 那今天大家討論這個 所謂的政治業配 我完全同意 不管是網路或是電視新聞 它不是吃素的 它必須要有收入來源 所以它本來就可以接收廣告 這個一定是這樣 可是問題回到我們的根本是 今天如果是一般的商業業配 你說你沒有揭露 說真的那你就其次 可是政治為什麼我特別在意 就是因為大家要知道 政治不是商業 這些政治人物上了這些網紅 或是上了新聞以後 他最後選出來以後 他如果當選了 他就是我們的政治人物 那就要回歸到我們政府的 我剛剛講那個 一開始的預算法的規範 所以我認為政治的業配 特別必須要揭露 那另外我們來看 那個以博恩夜夜秀來講 那博恩夜夜秀這個節目 收視率非常的廣 大家都看到 甚至它的觀眾是有買票進來的 那大家為什麼 它等於是一個現場的節目 那大家為什麼喜歡看它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說 主持人跟來賓彼此之間 火花刺色 可以交織出那種 這種瞬間的這種 所謂的情緒 可是當最後政治獻金法公佈以後 大家發現說 原來這個東西是有 有塞過的 有梗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民眾原本期待說 這是一種 媒體與政治人物之間 交繁的這種失落感 可想而知 第一個 那另外呢 我認為說 瓜吉思議員 曾經在2018年的 九合一選舉 做過一個失業 他曾經打電話到電視台去 然後跟他說 電視台就跟他講說 我們可以幫你做一個業配的包裝 package 然後這個是78萬 那這種東西 其實在電視新聞也看得到 雖然網路是個新平台 但是我認為網路新平台 也必須納入新聞的規範 用法律來規範這個業配的資訊 好 接下來呢 是換到了我們的 反方的溫朗東 有三分鐘的時間好好掌握了 倒數計時 開始 剛剛我應該不會講到 鑽石的例子 為什麼這些中國人會被騙 因為他們處在一個資訊封閉 狀況才會被導遊所騙 可是台灣 有一個資訊開放的狀況 不同電視台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報紙 媒體 網路 廣播 各式各樣 所以如果你要去做業配 也就是花錢買廣告的話 其他的單位 其他的媒體 就會來打點 你會提供不同的觀眾的選擇跟需求 根本不用擔心 會造成什麼樣誤判跟影響 接下來講到博恩的例子 博恩事情爆出來之後 博恩的粉絲又很憤怒嗎 有退訂嗎 有說要退票嗎 沒有啊 他人氣還是繼續在上漲 市場沒有很在乎這個事情 只有一些人拿這個做政治上面的 討論跟操作 但我也承認有些情況下 對於政治人物 他的政治進行要揭露 可是我們現在討論是 對於一個媒體 或是網路媒體來講 他到底要不要公開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說 業配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你不知道的廣告 可是觀眾沒有那麼笨 製作單位也沒有那麼笨 製作單位如果請了一堆人 或他帶人的商品 全部都是廣告的話 這個節目就會很無聊 就像一個電影裡面 出現的每一個演員 都是花錢去演戲的 出現的每一台車 每一個手錶都是花錢來的 男女主角或是男男主角 女女主角在談戀愛的時候 大家只照到手上的手錶 然後大家這個副兜者聯盟 在打得很激烈的時候 音量的奧提器 跑出來變得非常突兀 還要去特寫一下 哇 他的充電座長這個樣子啊 他那邊可以放了這個飲料啦 大家就出戲就不想看了嘛 所以在市場法則底下 就算是有業配 他也不可能標示給你出 哇 兩個人在談戀愛 兩個人在打架的時候說 這個西裝是有廠方贊助的 那你很出戲嘛 所以接下來來看是說 剛剛又提到所謂拿人手軟 李律師的這個例子 其實真正拿人手軟 到底拿誰 是拿觀眾 電視牌最怕的就是沒有收視率 所以一直在講說什麼 很多人花錢業配什麼 沒有這麼嚴重啦 因為如果大家都是能 花錢去上節目的話 這個節目沒有人要看啦 我都是領錢上節目的 因為我講話有人要看 其實就這麼簡單嘛 大家都不想看我講話 他就被淘汰了 就是這麼簡單一個道理 接下來再來看的是說 其實對方要去講的是說 這個呢 關於這個 業配這件事情很壞了還幹嘛 可是我們也想一件事情 業配這個揭露不完啊 如果我今天不是拿錢給製作單位 不是拿錢給公司 我是給製作單位 我是給製作人 我是給製作人的弟弟 那你是不是要全部揭露 所以我以後做媒體的人 然後我這個 我這個上資到三等金 五等金 七等金 全部的身家財產都公開 在大家面前 然後還有關鍵很多 是有些時候是屬於 先預付的 還有先奢帳的 不是屬於金錢 所以我來賺名聲的 或者是說呢 我現在先來了之後 以後我再跟你 在別的合作案上面 請我的親戚跟你合作了 這個你能一一揭露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就像是我們學生考試一樣 我們要抓重點 我們說不需要政治業配 不是說政治業配有多糟 而是在講說 如果你把重點放這邊 你沒有看到真正重點是什麼 政治人物做了什麼事情 例如說一位議員 台北市議員 他在議會做什麼質詢 大家已經沒有時間去關心了 立法委員他投了什麼票 他做什麼政策決定 我們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人物 本身所做的決定 遠遠比所謂的關注政治業配合更為重要 謝謝 那林亮君有三分鐘的時間 好好掌握了 倒數計時開始 當政治人物上網紅節目的時候 無非就是希望獲得更多的支持 但另外一部分也是想要借助網紅 他在網路上面的粉絲的關注度 來獲取自己在政治上的能量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所謂的名人背書 剛剛其實很多人都有提到說 所謂類似像代言這樣子的效果 就是說名人去加持的話 其實某種程度會讓這個商品 或者是讓這個政治人物 他獲得一定的加持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他每次做什麼 誰誰誰誠心推薦請投給誰誰誰 那這個程度其實他就是希望 趁著這個網紅的聲量 來去獲得支持度 那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科學根據呢 在2008年的時候 當時歐巴馬上了歐普拉的這個知名主持人的脫口秀節目之後 那確實也因為在這節目的互動過程當中 就也確實最後影響出歐巴馬 他在這個節目上面 節目的支持率越高的地方 投給歐巴馬的人票數是越多的 那這兩者之間有正相關 那有沒有有一個問題是 那是不是有所謂的名人加成效果 那另外呢也有另外一個 對同樣也是美國的民調顯示出 在這一次的 在那一次的總統大選裡面呢 就是民眾選民對於歐巴馬去上歐普拉的節目的時候 他認為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他收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有沒有影響他對這個候選人的判斷 跟他最後投票的決定 有14%的人認為是有的 那姑且不論這會不會影響到最後選舉勝貨輸 但確實實際上他會影響了整個選戰 或是整個影響了這個候選人 他在支持度上的多餘寡 那這個呢 這以上都說明了什麼 其實網紅大部分的粉絲 我必須說像很多的Youtuber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比較軟性的節目 這些粉絲他們其實不一定對政治有那麼高的關注 所以當他收看這個脫口秀的節目的時候 今天不一定是一個政治脫口秀 他可能單純的就是一個生活化的脫口秀 但是今天有了政治人物去上了這個脫口秀的節目 但是他獲取了這些資訊 等到最後選舉選完了揭露出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政治人物是有付錢上了這個節目的 那對觀眾而言呢 他這個知的權利在哪裡 他當時收看這個節目的目的是 我希望在這個脫口秀節目當中 就獲得一些資訊 那但是他不知道實際上他在收看這個脫口秀的時候 這個主持人或者是這個製作單位 甚至是上節目的這個政治人物 他是有意圖的想要灌輸一些資訊給這些觀眾朋友 那這會不會影響這些觀眾 對於他最後選舉投票的決定呢 大家都說選票跟金錢這兩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商業行為跟政治行為是不一樣的 但是政治人物確實就應該要受到比較多的約束 那相較之下邀請政治人物上的網紅節目呢 也應該要 謝謝 謝謝我們的正方 好 聽完了這個第一輪這樣的討論喔 先問問看我們的三位評審你們的持方 有沒有因此呢被哪一方給拉走了 裴德老師 我變到反方 那鼓勵老師呢 變到正方 我覺得反方講得很好 不管派系啊 人情啊 代粉啊 這也一樣是交換利益嘛 那金錢又有什麼差別呢 好 那那個余甄姐呢 我有改變 因為其實我認為反方有一個論述很強 這個人情的價值 可能早就遠遠大過於 超過於這個付錢的真實的價值 對 所以我有被說服 好 那裴德老師為什麼持方改變了呢 對正方來說我覺得正方目前為止的論點 還沒有跟上反方的這個超前部署啊 主要是談政治業配跟其他的業配都不一樣 我猜想等一下應該可以會有更多進展